少爷 少爷 有人找你 谁啊 叫苏忠 说是你学堂旧友 苏忠 拿着 你怎么来了 许久不见了 找你喝酒 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学堂旧友了 不这么说能见到你吗 就你鬼主一舵 上大河 老地方 走 客观里面行 刘伦 九位 吃点什么 来两壶花丁 一盘鸭肉 一份花生米 等嘞 子芊 还要点点什么 够了够了 那要不先这样吧 三位收到 子芊 好久不见了啊 是让你最近能帮些什么呢 好长时间没看见你来速剧队了 天天学生易经 烦死我了 少爷的烦恼 去去 别闹 你不知道每天看的账本 是眼睛也疼 头也疼 浑身难受 客观您的菜来喽 您请慢用 谢谢 教练让我问问你 打算什么时候归队 这段日子我娘看得紧 过去日子吧 来 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来 来 今天怎么到处都张灯节彩的呀 问我不就知道了 殿家 今日可是为何要挂这花灯 客观 今天是榆节 晚上要举行花灯会 我们这也是根根风图个彩头 难怪这么热闹 这酒菜怎么样 等等 殿家 我看你这灯 您瞧 您这花灯我看着甚是喜欢 不如您出个价把它让给我 客观 实不相瞒 这灯啊 是我给我家姑娘准备的 要是今日我把这灯让给您 估计啊 它又要哭个不停了 没事 那您能否告诉我 这灯是在哪儿买的 您要是喜欢呀 晚上带着一钟人 去洛河边上的集市上逛一逛 什么样的灯都有 对对对 那多谢殿下 不客气 我们家子芊 最近眼光真不错啊 不知想买花灯 送给哪位姑娘啊 不说话就当你默认了啊 我猜猜看 是不是上次来看咱比赛那位 花雕还堵不上你的嘴 看来我这猜对了 那姑娘真不错 天真 大 你小子眼光可以啊 去去去 静瞎说 我们那是朋友 哎呀 叫我说呀 正巧今晚花灯会 美景配美人 你不妨把她约出来 一表心意 在这种灯火朦胧的氛围里啊 女生可是很容易被打动的 是不是啊 对啊 那要是人家没那个心意 不是为难人家吗 哎 你不是怎么知道 你先把她约出来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 对啊 你怎么办 我来讨论 爸爸 你怎么办 我来讨论 你怎么办 我来讨论 你这么多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